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競賽會要為所欲為 在星期五早早,南美球會杯分組賽繼續 到時身處B組的蒙特維多河床會主場面對競賽會 蒙特維多河床上將剛剛受到失利打擊 反觀競賽會近期連戰連勝狀態大勇 相比之下,金帳當然是體號競賽會會取得分組賽的開門紅 蒙特維多河床在第一圈當中曾經雙殺和來自烏拉圭的蒙特維多利物浦 從而晉級到分組賽 就算順利晉級,但蒙特維多河床將會面臨著不少考驗 加因他們今季整體表現不太強勢 球隊在國內聯賽前七輪之後取得三勝兩獲兩負 戰績平庸,只能暫時排積分榜中上有位置 另外,蒙特維多河床近期防守表現是難以令人有足夠信心 他們最近兩場賽事一共失四球 而且上輪聯賽剛剛受到輸球打擊 令球隊近期光行賽事不敗勢頭被終結了 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球員的士氣 今次要迎戰來勢洶洶的阿根廷勁女競賽會 蒙特維多河床一定會備受壓力 另一邊,競賽會近期勢頭多凶猛 他們已經連續多沾各項賽事保持不敗 而且目前正處於各項賽事的五連勝當中 球隊狀態多好,大家都看得到 近期在這波連勝當中 競賽會可以說是火力全開 期間多達四場比賽,入球數有兩球或以上 這些火力足以令蒙特維多河床的後防線會擔憂 另外,陣內主力射手安祖古比迪目前腳鋒幾順 他近期在阿聯盃裡都有斬獲 而且他在上一場更能上演梅開二度 看得到,安祖古比迪今將絕對會是蒙特維多河床 一班首位的惡夢 加上,競賽會現在在阿聯盃裡高居榜首位置 球隊可以暫時分心應付南美球會杯賽事 所以說,實力和狀態都是如此好的競賽會 今將出戰應該值得提高一線 之後在阿聯盃裡高居的時候 將在阿聯盃裡長站在大小的反省 在阿聯盃裡亦有一個 похож的 因為在阿聯盃裡有很多不同 在阿聯盃裡 今晚了 我們在阿聯盃裡